欢迎来了我们电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既有趣又重要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让我们聊聊英伟达的大动作 最近在其年度GPEU技术大会上 英伟达推出了新一代的图形处理单元 GPEU 这份GDEU性能强大 据说是前代产品的两位即将备了爱行业的大佬们 比如Plan Amicroset和Google所使用 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王仁勋表示 他们需要更大的GPEU来应对日益增考的需求 这是不是让人感觉到未来的i技术将更加令人震惊呢 接下来我们看看手机制造商是否应该制造电动汽车的议题 中国的小米和华为都在积极进入电动汽车行业 小米即将推出一块由北汽制造的三箱车H7 而华为则专注于开发智能驾驶系统等技术 小米的H7车型续航里程高达800公里 加速性能也非常出色 已经收到了超过10万个查探请求 这两辆家公司的进军让人不禁思考 科技公司是否将成为未来电动汽车行业的新势力 最后我们来谈谈苹果公司的最新动态 苹果公司的最新关地幕 物客最近在上海与关键供应商会面 探讨苹果在中国的制造供应链问题 同时苹果在上海开设了第57家中国店铺 这是苹果在中国市场的又一大举措 尽管F1要放缓 但苹果似乎仍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力 正全力以赴地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调要 希望能给大家还有一些新鲜的信息和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英伟达做大美国新链项目停止目前 热惊亚洲 Anthelio在前年度GPU技术大会上 推出了其最新的图形处理单元 GPU Blackwell GPU Blackwell GPU 但公司声称 Blackwell GPU提供了比其前身更好的i训练性能和能效 并将被OpenMicrosoft和Google等i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使用 新的GPU大约是Hopper GPU的两倍 使其具有更大的出位能力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Jensen 黄仁勋 Jensen 华内表示 该公司需要更大的GPU 手机制造商应该制造电动汽车吗 对 我是生 中国客体公司小米和华雷正在进入电动汽车 EFI行业小米将于28日推出由博友制造商 北汽生产的三箱车SU7等 华威正在为该行业开发技术 包括智能驾驶系统和通信平台小米的SU7 提供800公里的续航历程 可以在2.8秒内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该公司已经收到了100公里 林格查判车辆的请求 并计划成为世界五大汽车制造商之一 由于制裁和关税 中国品牌可能难以在欧洲和美国竞争 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在上海语关键供应商会面 同时第57家中国店铺开业能发展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上海语关键供应商会面 讨论苹果在中国的制造供应链 此次会议是在苹果面临将供应链 从中国转移的担忧之际举行的 库克会见了带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董事长 上兰斯科技的女董事长 亚琳的董事长 以及的女的制造商兰斯科技的女精制造商 深圳是一位精密技术的首席执行官 库克表示对苹果来说 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关键的供应链了 阿里巴巴前夕 亦有张勇加入低调的中国基金 《南华早报》阿里巴常委前夕 欧监董事长张勇已加入中国投资基金 第一红资本 张勇在案谈理合伙人 张勇在阿里巴巴度过了16年 他将在新社会上专注于中国的并购交易 第一红资本表示 张勇将在面向未来的并购投资中 建立核心竞争力 山勒多亚山谷的火险天气条件持续升高 雅虎美国国家计较局发布了一份特殊天气声明 请告封尼亚州和西附近亚州东部部分地区 存在升高的火险天气条件 预计干燥的天气和低湿度将持续相对15副 15%、15%、20% 一些地区甚至可能在几个小时内 出现相对湿度低于15%的情况 虽然风力将比前一天减弱 但山谷地区的西北方阵风 运力起为石掉维生机上的风速 预计为20英里小时 禁锢时细小燃料变得更加干燥 当处理明火或产生火花的设备时 居民和游客为敦促要谨慎 并正确处理易燃物品、干草、枯叶和其他树叶垃圾 有可能迅速引燃和蔓延火灾 工会未能在特斯拉德国工厂获得更多立足点 雅虎根据特斯拉提供的初步结果 德国埃及曼潮工会未能在特斯拉在柏林附近的德国工厂增加其影响力 该工会在工会委员会选举中获得了39个席位中的16个 而其余的23个席位分配给非工会名单 特斯拉表示 两年来应当赢得了19个席位中的10个工会 委员会代表德国公司员工的利益 拜登政府发布了旨在减少汽车碳排放 推动电动汽车销售的新规定 澳洲RBC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宣布了迄今为止 最雄心勃勃的车辆排放标准 作为乔拜登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部分 新规定将取代缺年期出的规定 要求汽车制造商到2032年 在美国生产的新车销售中 电池、电动车、氢原料、电池、混合动力车占比达到20% 新规定旨在到2032年 将温式集体排放量从2023年水平减少50% EPA表示在未来30年内 新标准将减少超过70亿吨的碳排放 另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收益 包括降低医疗保健成本和燃料 维护和修理成本 新规定还减少了车辆产生的其他工具污染物 美国交通部门是温式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 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 苹果的蒂姆库克在风销量放缓之际展开中国魅力攻势 新年联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在上海开设了1160万美元的旗舰店 这是iPhone制造商在中国市场份额的举措 库克此次访问时代过去12个月内第三次来中国 这家新店是中国最大的店铺 仅次于纽约第五大道的旗舰店 中国市场对苹果来说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销售额同米下降了24% 南秘鲁学校提供启蒙教育 雅虎秘鲁社区学校透露 计划从下应学年开始将其启蒙教室 搬到秘鲁南部学校 这标志着重新开放秘鲁南部学校 和增加秘鲁托儿选择的两年计划的第一阶段 次举将是秘鲁的学校能够将教室数量 从三间增加到四间RH2的故居 而不增加一个额外的班级 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解决麦阿密县 零至三岁儿童对学前班和儿童保育的迫切需求 宝马认为尽管需求较温 高端电动汽车仍将推动增长 彭博社宝马预计 尽管全球对电动汽车的需求放缓 其高端电动汽车仍将在今年推动增长 该公司旨在实现其汽车业务部门8%至10%的利润率 并增加宝马Mini和劳斯莱斯车辆的交付量 宝马在向电动汽车转型方面 表现优于其高端市场竞争对手 电动汽车限占其总交付量的约15% 该公司计划通过今年销售50万辆电动汽车 进一步增加这一份额 然而宝马在中国面临激烈竞争 中国经济批软和特斯拉引发的价格战正在影响该行业 几乎消除了电力排放 自到格尔夫特上台以来 燃气发电厂的使用量增加了两倍 多伦多星宝 根据独立电力系统运营商的数据 安达省的天然气发电厂在2023年 厂在2023年产生的电力超过了10年来的产量 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的191千瓦时 比2022年增长了26% 也是自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该省的电网在2017年时还有96%的非排放能源 现在已经达到了87%的无碳排放 该省已是在寻求建设1500兆瓦的新天然气发电厂 和2500兆瓦的电池储能以满足峰值需求 但去年安达省的12电厂民均每天运行超过12个小时 在大多伦多地区甚至达到了近15个小时 安达省总理道格福特在2018年取消了 所有可在收能源发电厂的建设能源发电厂的建设计划 但最近又发布了新项目的招标 该省计划建设计划建设新的核电厂 但环保人士认为 这些项目历史上往往存在成本超支和延误问题 该省应该优先考虑风能和太阳能 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嫂子 在恐怖特斯拉溺水期间脱罪了 英国独立罢 航运大行赵恩·赵恩奇 按照了超市前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米奇 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嫂子 上个月去世时被发现最久 常在德克萨斯中牧场的食堂中 倒车后溺水身亡 警方记录显示 他的血液酒精含量几乎是法定限制的三倍 超市他家族航运业务Fumos Group的首席执行官 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特斯拉汽车换等机制的担忧 尽管赵的家人并没有将他的死归咎于该公司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以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CW for Coming 并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